民间故事 黄雀讨口风 男子说当我妻子吧 黄雀 月圆之夜学狼教 大家好 这里是风流爱世界 唐朝武则天时期 有一个姓鸿的男子 因为喜欢说大话 人送外号红大炊 如今年近三十了 还是单身一人 他之所以娶不上妻子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家贫 红大炊的家贫 主要原因不在他 而在于他的母亲 自从他的父亲死后 他的母亲就常年 卧病在床 经常要吃药 一个普通人家 家里如果有一个药罐子 怎么可能攒得起钱呢 这一天 红大炊到山上挖个根 忽然飞来一只黄雀 落在他的面前 闪出一道红光 红光过后 面前出现一名女子 羞答答地问道 喂 哥哥 你看我像女人吗 红大炊打量了一下女子 只见她面容娇好 头上戴着一朵小红花 穿着五彩斑斓的衣裳 最为醒目的是 腰间扎着一个小短裙 全部是鸟的羽毛 她心知肚明 这是黄雀来讨口风了 当即点点头说 像极了女人 美如天仙 楚楚动人 话音刚落 女子的小短裙 顿时变成了丝绸 她娇笑着说 想不到 你的嘴真甜 能说会道 为了感谢你 让我讨口风成功 我打算帮你完成一个心愿 你说说看 最想实现什么样的心愿呢 红大炊直视着女子说 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当我的妻子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当我的妻子吧 女子顿时羞红了脸 说道 其实 据我了解 你这人很不错的 身体壮实 心地善良 很有孝心 作为女人 能嫁给你这样的男人 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之所以娶不上妻子 原因就在于家贫如洗 那么 问题来了 你要我当你的妻子 你拿什么来对我好呢 红大炊顿时面红耳赤 低下了头 女子呵呵一笑说 怎么 一句话就让你退却了 爱情不是一句 我对你好就能获得的 而是要改变现状 努力争取 这样吧 我先让你改变现状 看看你的表现 再决定是否嫁给你 红大炊大喜 抬起头来勇敢地看着女子的双眼 女子说 这个月的十五是月圆之夜 半夜三更里 你仰望着圆月 对着圆月学三声狼叫 说完 女子变成了黄雀飞走了 一转眼 到了十五月圆之夜 半夜三更里 她来到屋后 仰望着月亮 深吸一口气 猛地发声 学起了狼叫 三声狼叫刚完 就看见从月亮之上 飞来一个闪光的东西 悬在她的面前 闪烁着光芒 红大炊看出来 这是一颗种子 于是伸出手来 种子落在了她的手心里 这时 身后响起了说话声 这是月宫里桂花树的种子 你把它栽在院子里 能带来财运 你站在堂屋的门前 先向前走十八步 再向左走十八步 就把桂花树栽在那个位置上 红大炊回头一看 说话的是黄雀姑娘 黄雀姑娘笑着说 财运给你招来了 就看你的努力了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来你家 希望你能娶上我 红大炊一把拉住黄雀姑娘的手 说道 何必要等到明年呢 现在就跟我回家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奋斗 争取让你过上好日子 黄雀姑娘微微一笑 挣脱了她的手 变成黄雀飞走了 这以后 红大炊加倍的努力 农闲时 她就给地主打短工 没有活干时 就起早贪黑的 到山上挖个个卖钱 过了挖个根的季节 她就砍柴到集市上去卖 总之 除了事后母亲吃药 她就在赚钱 或者走在赚钱的路上 还别说 自从栽下桂花树的种子后 她的财运特别好 谁家需要短工 首先想到她 她到山上挖个根 总是能碰到年份高的 卖出好价钱 她挑柴到集市上卖 平常好长时间卖不出 如今只要一到集市上 就会有人来买 而且给的价钱还偏高 有一天 她挖个根石 还发现了一颗百年山参 发了一笔小财 就这样辛苦了小半年 红大炊积攒了将近五贯钱 这在往年 她是联想也不敢想的 这天晚上 她摸着枕头边的五贯钱 浮想联翩 照这样下去 到了明年约定的日期 她就会积攒十几贯钱了 到时候把房屋翻修一下 取回黄雀姑娘 剩下的钱 她就做一个小本生意 这样下去 不愁日子不会好起来 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母亲的呻吟声 似乎很痛苦 红大炊急忙一跃而起 冲到母亲的卧室里 询问道 妈 你怎么了 母亲一脸痛苦壮 指着头说 我的头好疼啊 就像有人在里面踢我 红大炊赶紧说 你忍一忍 我现在就去找十三叔 十三叔行医多年 就人无数 他家住在邻村 相隔四五里路 中间还隔着一条河 他已经脱衣睡觉 忽然听见急促的开门声 接着响起红大炊的哀求声 十三叔 求求你 我妈头疼得厉害 十三叔答应一声 赶紧穿衣起床 拎着药箱 跟着红大炊来到了他家 望闻问切一番后 十三叔慢吞吞地说 你母亲属于风险入脑 发作起来疼痛难忍 我可以先用银针扎穴位 缓解他的痛苦 然后用药慢慢地治疗 而且他的老毛病也严重了 需要一些名贵药材 不然的话 缓解不了病情 红大炊一咬牙说 无论花多少钱 都要给我妈治病 十三叔 你只管开药 十三叔点点头 拿出银针扎穴位 不一会儿 红大炊的母亲就没有身银了 十三叔拿起纸笔 开始写药方 然后交给红大炊 红大炊心里焦急 也不等天亮 拿着一罐钱就走 到了小镇上 天刚好亮了 他敲开药铺的门 买了药 回家后 兼给母亲服下 为了照顾母亲 他只好暂时不做事了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就是这么怪 五罐钱用完了 母亲的头疼病竟然不治自愈了 红大炊请来十三叔诊断 十三叔大张着嘴巴说 奇怪 你母亲头里面的风险竟然消失了 红大炊也觉得奇怪 因为他的手上没有钱了 再给母亲抓药就要借钱了 母亲的头疼病竟然好了 这难道不是有一点诡异吗 红大炊又开始挣钱了 诡异的是 只要他手里积攒到两罐钱 母亲的病就会加重 直到把钱花光了 母亲的病就会减轻 但是 他还要娶回黄雀姑娘当老婆 又不得不攒钱 就这样 钱攒了又用完了 用完了再积攒 母亲的病也是好是坏 时间一晃就到了约定的日期 这一天晚上 黄雀姑娘穿得漂漂亮亮的 来到了红大炊的家 一看见门庭依然破旧 就大惊失色 走进屋里 看见屋里的光景 他顿时明白了 问道 哥哥 这一年来 你是不是没有积攒到钱 红大炊低着头歉意地说 对不起 黄雀妹妹 虽然财运改变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积攒到钱 黄雀姑娘顿时哭了 说道 算我看走了眼 原来你是一个只会吹牛的人 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说吧 眼面往外快步走去 红大炊一把拉住他说 我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呢 我无时无刻不再盼着娶你 黄雀姑娘抽气地问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偷懒 为什么没有攒到钱呢 红大炊生气地说 谁说我偷懒了 你看看我的手 快要长出劳茧了 我根本就没有停过劳作 顿了顿 他按然地说 钱我倒是积攒了不少 只不过都花在了我母亲的病上了 于是 红大炊就把攒钱与母亲生病之间的怪事 讲了 黄雀姑娘听了 惊讶不已 善课后 他若有所思地说 此时透着邪护 我来算一算 说完 他撩起裙摆 扯下一根腿毛 腿毛瞬间变成了鸟的绒毛 他把绒毛放在手掌心上 摆弄起来 不一会儿 黄雀姑娘抬起头来 凝重地说 你父亲的坟 来错了方向 棺材头偏了一点 这才会导致你家败财 你母亲的病 就是败财运导致的 通过你母亲生病的方式 来败坏你家财运的 红大炊文言大惊 说道 谁会害我呢 当初给父亲挖木学时 是父亲公也的风水先生指导的 这么看来 极有可能是他了 可是 他为什么要害我呢 就在这时 那是李传来母亲的喊声 两人一起走进去 红大炊向母亲介绍了黄雀姑娘 黄雀姑娘拉着母亲的手 徐寒问暖一番 母亲信仰 只听仰师说 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说是公也先生故意陷害我家 我想了想 很有道理 因为我和公也先生曾经有过过节 此事羞于其耻 我一直没有对人说起 连你爸也不知道此事 原来 大约二十几年前 那一晚月光皎洁 杨师把孩子哄睡着了 等着丈夫归来 他的丈夫到财助家做活去了 需要很晚才回来 此时 看着皎洁的月光 荡漾在门前宴堂的水面上 杨师不由地想起了当姑娘时 和小姐妹们在水塘里 洗澡的情景 自从嫁人后 她就没有在水塘里洗过澡了 不由地心仰起来 决定偷偷地在宴堂里洗一回澡 重温少女时光 红家独门独户 门前的宴堂很小 垂着几颗羊柳 晚上也没有人在附近走动 杨师就脱下衣裳 穿着内衣 下到宴堂里 躲在柳枝下的水里洗澡 正喜的欢 忽然岸上传来一声咳嗽 杨师一惊 抬头望去 只见公也拿着他的衣裳 望着他黑黑黑地笑着 说道 嫂子 我来陪你洗澡 如何啊 杨师急忙说 公也大哥 你就别开玩笑了 我家丈夫快回来了 免得产生误解 你把衣裳放下来 我要回家了 公也又是黑黑黑一阵笑 说道 红大哥回来了正好 我就说是嫂子 你让我来观赏你洗澡的 杨师愤怒地说 你正无耻 不要瞎胡说 公也猥琐地说 让我把衣裳还给你也行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要跟我好一场 杨师气得一阵臭骂 公也也不生气 坏笑着说 你骂吧 等会儿红大哥回来了 你就骂不出来了 他那火爆脾气 肯定会揍你一顿 公也说得没错 杨师清楚丈夫的臭脾气 就像炮仗一样 一点就着 要是看见他在外人面前 怒胳膊怒腿 肯定会把他打个半死 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女人结了婚 都规规矩矩地在家里洗澡 谁叫他在水塘里洗澡的 说出去丢人 想到这里 杨师患上笑脸说 算了 我就答应你一次 不过 你要先把衣裳给我 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做事 公也大喜 赶紧把衣裳递及养世 趁机摸了一下养世的手臂 露出丑态 养世匆匆忙忙地穿上衣裳 往家里跑去 边跑边喊 大花 咬死这个不要脸的男人 他家养着一条花狗 换作大花 看起来很温顺 人来了也不叫话 但是最听养世的话 只要养世叫他咬人 他就会往死里咬 大花听到命令 扑向公也 公也吓得转身狂奔 最终被大花咬伤多处 手上的小指还被大花咬断了 听到这里 红大吹这才恍然 难怪公也先生右手的小指不在了 对此他会莫如深 要是有人问及时怎么断的 他都会翻脸说不关你事 养世继续说 过了几天 大花就不见了 我就怀疑是公也老贼干的 却又不敢找他讨说法 只好不了了之 我以为此事就此放下了 想不到他竟然还记在心上 被地里害起人来 红大吹生气地说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该请他找墓穴 养世叹息说 此事羞于其耻 我也不能拒绝他找墓穴啊 红大吹脖子一梗 说道 这种小人 伤天害理 我现在就去教寻他一顿 黄雀姑娘赶紧拦住他说 此事难以分辨 要是他一口否认 你也无法证明他在使坏 你先不要急 我有办法化解 红大吹一听 赶紧询问是什么办法 黄雀姑娘说 死者入土为安 坟墓当然不能动了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坟墓的左边 埋下一个物件 至于是什么物件 你们不要管 也不要问 交给我就行了 说完 黄雀姑娘就急匆匆地走了 天亮时分才回来 说是已经处理妥当 当天晚上 两人结成了夫妻 说不尽的缠缠绵绵 这以后 养师的病渐渐的好了起来 开始做起家务来 红大吹勤劳肯干 也能积攒起钱来了 黄雀姑娘让红大吹买回来一台织布机 开始在家里仿线织布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不到两年 他家将房屋翻修一新 还购买了几亩田地 那一棵桂花树的种子 也开始长出了一棵小树 这一天 养师在菜园子里浇水 红大吹在田里除草 黄雀姑娘在屋里仿见 这时 院门被推开 走进来一伙人 领头的施工野风水先生和一个恶道士 这一个恶道士 原本是一个游方道士 最近来到此地后 发现这里的道观环境不错 就在这里挂单 后来 他赶走了老道长 霸占了这个道观 恶道士不去修行 结识了一帮歹人 专门使用法术哄骗钱财 人们很讨厌他 却拿他毫无办法 工野先生也和恶道士交好 常常和他一起利用风水敲诈钱财 工野原本看着红大吹落魄的 连妻子也娶不上 心里暗自得意 却发现他最近嫌于翻身 不但生活富裕了起来 而且还娶上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他向人打听女子是谁 哪里人是 这才发现 人们都不知道女子的来历 他一心顿起 怀疑女子来路不正 就喊来恶道士悄悄地查看 要说这个恶道士 还是有一些道行的 他一眼就看出 女子是黄雀变化的 于是 两人悄悄地商议 打算除掉黄雀姑娘 他们派人守在附近 窥探他们一家人的行踪 恰好今天黄雀姑娘一人在家 他们接到报信 就带着人来到了红家 几个随从拿着早就准备好的血污 扑向黄雀姑娘 趁着黄雀姑娘慌乱之际 公也拿着符纸贴在她的额头上 恶道是宋念起咒语 黄雀姑娘惨叫两声 变成了黄雀 可恶的公也一脚将她踩死了 两侍发现院子里站着几个人 赶紧回家 正巧看见了黄雀被踩死的一幕 大哭着喊道 快来人呀 害人了 附近的人们听见喊声 赶紧跑来围观 红大春也听见了喊声 躺着锄头慌忙往家里跑去 公也却提起黄雀的腿 得意洋洋的对围观的人说 他家的儿媳妇不是人 是一只黄雀妖精幻化的 我们来除掉这个妖怪 以免他以后祸害你们 仰氏冲上前揪着公也的衣袖 大骂他心狠手辣 被公也一把推开 这时 红大春回来了 抡起锄头就要和他们盼命 被人们拦住 夺下了锄头 他跑上前夺下黄雀 大哭了起来 边哭边喊 我可怜的妻啊 公也带着恶道士 他们扬长而去 围观的有一个教书先生 红大春跪在他的面前 要求他写状纸 他要到县衙里告状 状告公也火同恶道士杀妻之罪 教书先生扶起红大春说 哎 不是我不愿意帮忙写 他们也只是踩死了一只黄雀而已 你却口口声声说是你的妻子 此事如此诡异 仙太爷也不会受理案件啊 在众人的劝说下 红大春只好打消了告状的念头 将黄雀埋在了屋后 晚上 他坐在屋里不住的流泪 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妻子 到了后半夜 红大春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忽然看见黄雀姑娘走了进来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去搂抱黄雀姑娘 却搂了一个空 只听黄雀姑娘说 我已经是魂魄了 我是修行者 魂魄可以继续修行 只是没有办法再变成人形出现 红大春赶紧诉说着他的思念之情 黄雀姑娘说 你我的缘分已经到头了 不必过于伤心 你以后再娶一个妻子就是了 我今天来 是让你揭露公也和恶道士的恶性 你连夜去县牙里举报 原来 恶道士不是一个正经人 利用法术骗了两个良家女子 关在道观的密室里 供他享乐 今天 公也除掉了黄雀姑娘 几个人摆了一桌酒 将两名女子拉出来陪酒 欢饮答弹 正因为黄雀成了魂魄 才会来去自由 因而发现了恶人们的丑行 红大吹听完 激动不已 顿时醒来 他穿戴好 飞快地向县牙里跑去 到了县牙 天才微微亮 直斑的捕快听说了 不敢怠慢 来到后牙向县令请示 先令下令多派人手 去道观里搜查 捕头集合了所有马步捕快 来到道观里 此时公也和恶道士他们几人 已经醉醺醺地睡去 他们醒来后 拾口否认 捕快们就在道观里搜查 这时 就见一名女子身影一闪 进了一间屋子 红大吹恍呼之间 发现女子像极了黄雀姑娘 也跟着跑进了屋子 却见女子钻进了墙壁里 捕头一星顿起 下令捕快拿来榔头 敲击着墙壁 发现女子出没的地方 是空的 就下令将墙壁砸破 漏出了一间暗室 里面锁着两名女子 红大吹瞬间明白过来 是黄雀姑娘的魂魄 将他们引来 从而暴露了密室的秘密 这些人被捉到了县衙里 先令声藏审问 首先带上来了恶道士 恶道士一问三不知 县令下令用刑 捕快们先将恶道士 淋了一身狗血 破了他的法术 然后拷打 恶道士没有了法术护身 经不住打 便招认了全部罪行 包括使用法术 杀死了黄雀姑娘的恶行 接下来带上来了公也 他也是百般敌懒 县令大怒 下令用刑 他也经受不住拷打 只好招认了 没想到 他还招认了 早年间犯下的一桩命案 让红大吹嚎槽大哭了起来 原来 自从养尸换狗咬了公也后 他就记恨在心 偷偷地把大花杀死了 他还不解气 一直惦记着怎么样弄死姓红的男人 十几年前 终于让他带到了机会 那一天 有一户人家办丧事 请公也去找墓穴 恰好姓红的男人是抬重的 他们晚上就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公也特意坐到姓红的男人身边 和他喝了几杯酒 趁着姓红的男人加菜 公也就在他的酒杯里下了药 这种手法 他专门练过 手速之快 就在一瞬间 这种药无色无味 能损坏人的五脏六腑 第二天出病 姓红的男人下礼 中午又喝了酒 药物很快进入了内脏 过了几天 姓红的男人病倒了 拖了几天就死去了 红大吹听了 犹如五雷轰顶 想不到父亲竟然是被公也害死的 要不是公也亲口招任了 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仰是听儿子讲的此事 也犹如遭到了雷击 那一次偷着洗澡 竟然让他家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不但花狗被害死了 丈夫被害死了 就连他也遭受了十几年的病痛折磨 还让儿子娶不上妻子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比公也的心更恶毒了 后来公也和恶道士都被判处斩刑 那些从犯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过了两年 红大吹取了七生了子 他家院子里的那一棵桂花树 越长越大 他的财运也越来越好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只不过 他一直闹不明白 对着圆岳为何要学狼教呢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玄妙呢 这正是善恶终有报 谁也逃不掉 行善的得福报 作恶的最难逃 做人还是要走正道 心胸一定要开阔 就算与人发生了矛盾 也要网开了想 千万不要牙字必报 最终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难以回头 精彩故事接着看 唐朝武则天时期 水通海坐在院子里正在闭目养神 忽然听见小孙子喊道 爷爷 快看 山羊爬树了 水通海猛地睁开眼睛 果然发现 山羊爬上了树 这棵树长在屋后 高出屋顶很多 水通海心里奇怪 这种树叶山羊不吃 他为何往树上爬呢 说起这一头山羊 还是水通海的仇人送的 仇人姓毛 两家的仇还是他们的祖父结下的 姓毛的祖父过不下去了 就搭起了水家的主意 晚上偷跑进水家偷盗 没想到他坐视不收 弄出了动静 因此被水通海的祖父抓住了 姓毛的祖父 哀求水通海的祖父放他一马 水通海的祖父血气方刚 把他送进了县衙里 姓毛的祖父被打了二十大板 刘阶势众 从此后 两家结下了仇 老死不相往来 谁知去年的一天 姓毛的赶着这头山羊上门来了 说是送给水通海 他诚恳地说 我们两家都是祖上的恩怨 结下的仇 没必要延续下去 总得有人先出来解除恩怨 所以我就送来一只山羊 恳请笑纳 从此后我们两家就此化解恩怨 你看行不行 水通海大为感动 收下了山羊 过了几天还礼 他送给姓毛的一头股牛 两家虽然没有走动 但是见了面 彼此都会笑脸相迎 热情地打招呼 水家的人都不吃羊肉 这一只山羊就被水家养着 也不用绳子拴着任由他出路 他也很自觉自己出去啃草 天黑之前回来 有时候他就在房前屋后玩耍 水家的人也不管他 没想到山羊越来越放肆 竟敢爬起树来了 水通海赶紧站起来呵斥 可是不管用 山羊也不理他 自顾自地往上爬 忽然他猛的一跳 落在了屋顶上 然后往屋脊上跑去 站在屋脊边上掀起了瓦片 瓦片顿时乱成了一团 水通海非常生气 赶紧搬来梯子 拿着竹竿爬上梯子驱赶 此时 山羊嘴里叼着一个东西 跑到屋顶边缘 猛的一跃 又跳到了树上 然后顺着树溜了下来 跑到后山上去了 水通海爬上屋顶 把瓦片摆放妥当 心里不住的嘀咕 这一只山羊简直成精了 比人还要利索 真是怪事 傍晚时分 山羊回来了 水通海气不打一处来 拿来一根绳索 将山羊拴在院子里的树上 吓唬说 你竟然不学好 明天喊来屠夫 将你杀了 到了半夜里 水通海醒了过来 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说话声 心想 是谁半夜三更里不睡觉呢 听声音不像家里人 难道说有不速之客进了院内 他将窗门拉开了一点 偷掩往外一瞧 只见一只狐狸 一只黄鼠狼 以及一只猫头鹰 站在山羊的面前 原来是他们在说话 水通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侧耳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听狐狸说 山羊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你家主人不是对你很好吗 为何将你拴了起来 山羊叹息一声说 你们有所不知 我今天爬上了屋顶 掀乱了瓦片 惹怒了主人 才遭到这样的责罚 黄鼠狼问道 难道你家主人不知道 你是在帮他吗 山羊说道 嗨 兄弟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家主人凡夫俗子一个 不是修行人 怎么可能知道 有人在他的屋顶上 坐了手脚呢 猫头鹰说 这人很歹毒 在屋顶里埋下符咒 女主人因此病倒 无药可医 半个月后就会死去 山羊说 是啊 我当然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就把符咒叼走了 听到这里 水通海点点头 他的妻子突然起病 我床不起 已经三四天了 吃了几天的药 一点效用也没有 原来是被人下了咒 要不是听见他们说话 他还真不知道 这时 只听见狐狸问道 山羊大哥 你把符咒怎么样处理的 山羊说 还能怎么样处理呢 当然是把他丢进了山剑里 黄鼠狼说 哎呀 山羊大哥 你总是那么心软 为何不把符咒扔进火里烧了 让那人遭到反噬呢 山羊叹息一声说 何必呢 我希望那人早晚会醒悟过来 不要再害人了 活着都不容易 放他一马吧 猫头鹰说 山羊大哥 我们把绳索解开 你跟着我们走吧 到山野逍遥自在去 山羊摇摇头说 不必了 我在这里很好 你们走吧 三个动物点点头 都走了 水通还打开门走出去 问道 山羊 你为何会说话 却见山羊看着他 眼神里透出茫然 似乎在问 谁说我会说话呢 水通海笑着说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告诉我 谁是下咒的人 山羊依然不作声 水通海点点头说 我知道了 你不能在人前说话 不过 我谢谢你帮了我的家人 说完 他解开了绳索 放了山羊 然后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水通海的妻子就醒了过来 恢复了正常 就像根本就没有生过病一样 水通海心生欢喜 不过 他没有说出来 山羊破咒的事情 毕竟此事充满诡异 不会有人相信的 但是 他却猜不透是谁害他 毕竟 姓毛的和他家 消除了恩怨后 他家已经没有仇人了 过了大约两三个月 这一天 砍柴的大叔 急匆匆地跑下山 对水通海喊道 大侄子 不好了 你家祖坟被你家山羊逃了 水通海大惊失色 赶紧向后山跑去 果然看见太爷爷的坟 被逃了一个坑 山羊嘴里叼着一个东西 看不清是什么 正在往远处跑去 他判断 祖坟里肯定被人做了手叫 埋下了东西 山羊显灵 将东西逃了出来 他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老父亲疯疯癫癫的 与此有关 前几天 老父亲半夜里又哭又笑 满嘴胡话 壮似疤狂 谁也劝不住 就像恶鬼上身 场面非常诡异 等到第二天醒来问他 他却茫然不知 根本就不知道晚上的事情 水通海找医者来诊治 医者却说身体好好的 没有大的病症 不用吃药 接连几天的晚上都是如此 他心里已经猜到 有人又指出了什么歪门邪道害他 只是他没办法找出具体原因而已 如今看见山羊爆坟 他顿时明白了 有人在祖坟上做了手叫 他把坟墓上的坑填平 回到了家里 到了傍晚 山羊回来了 水通海拿着绳索 又把山羊拴在了树上 因为他知道 这一拴 山羊的几个兄弟又会来看山羊 他想听一听 他们晚上会说什么 果不其然到了半夜里 水通海又被一阵说话声弄醒 他也不用探头看 听声音就知道是狐狸 黄鼠狼以及猫头鹰 于是站在窗前偷听 只听狐狸说 山羊大哥 你的主人又误解你了 又把你拴在了这里 山羊说 嗨 只要能让老主人不中邪 我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猫头鹰说 此人还是这么歹毒 要是不挖出坟墓里的小牧人 你家老主人就会活不过十天 山羊说 是呀 幸亏我得知老主人中邪了 才算出原因所在 因此破除了魔咒 黄鼠狼问道 你又把小牧人丢进了山剑里吗 山羊说 是呀 我还能怎么样呢 还是希望那人能醒悟过来 猫头鹰叹息一声说 哎 山羊大哥 你总是心太软 我们走了 你保重吧 说完 他们就走了 水通海来到山羊面前 抱着他的头说 谢谢你 然后解开了绳索 这以后 他的老父亲晚上果然不再发病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 这一天傍晚 水通海的小孙子吃着吃着饭 忽然晕倒了 昏迷不醒 浑身不断地抽搐 水通海焦急万分 抱着小孙子不断地呼喊着 他的儿子连夜把医者请来 医者忙活了好久 开了药方 水通海的老伴赶紧煎药 会给小孙子服下 小孙子不抽搐了 但是依然昏迷不醒 医者观察到天亮 又开了一副药方 小孙子吃下药后 终于醒了过来 哭着喊饿 水通海的老伴端来半碗小米粥 会给小孙子吃下后 小孙子沉沉地睡去 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 弄了几个下酒菜 款待医者 吃过饭后 医者告辞走了 吃中饭时 小孙子突然又犯病了 浑身抽搐 昏迷不醒 水通海心有所恶 猛地冲出院子 大喊道 山羊快回来 看看我的小孙子怎么了 山羊正在屋前的水沟里啃草 听到呼唤 赶紧跑了回来 来到小孙子面前 闭上眼睛 片刻后 他睁开眼 往屋后跑去 来到堂屋的后面 他来回丈量了几步 然后往下挖去 水通海跟在山羊后面 看着山羊跑土 却不知道要不要上去帮忙 不一会儿 山羊跑出一节骨头 叼起来就往后山跑去 水通海赶紧填平小坑 回到家里 神奇的是 小孙子竟然醒了过来 恢复了正常 正在吃饭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家人都很奇怪 询问他为何要呼唤山羊 为何山羊跑到屋后去了后 孩子就恢复了正常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蹊跷 到了此时 水通海才如实相告 并且把前两次所见所闻都讲了 众人不禁嘖嘖称奇 都认为山羊成了精了 水通海点点头说 何止成了精呢 简直是成了神仙了 要不是他 我家早就被祸害了 看来 还得感谢姓毛的 他送给我们家山羊 真是送对了 一家人便猜测起 是谁暗害他们 猜测来猜测去 最终还是猜到姓毛的身上 但是很快他们又否定了 毕竟姓毛的已经送来山羊是好了 梁家已经化解了恩怨 是不可能再来祸害他们家的 这有为常理 到了傍晚 这一次 水通海心存感激 拍着山羊的头亲热了一会儿 没有拴他 山羊和往常一样 蹲在角落里 到了半夜里 水通海又听见说话声 来到窗前偷听 只听狐狸说 山羊大哥 你家主人没有拴住你 看来他知晓了你的本事 山羊说 是呀 小主人发病 他喊了我 我才知道 那人又一次害人了 黄鼠狼气愤地说 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害人 这一次更毒狠 要不是你化解 你家小主人活不过五天 山羊大哥 依我看 没必要留他在世上了 不然的话 他会继续害人 猫头鹰附和说 是呀 山羊大哥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哥三可以出手 山羊说 此事还是我自己解决吧 不用你们出手 他们说了一会儿闲话就走了 水通海听了 也不知道他们口中的那人是谁 摇摇头睡觉去了 早上起床 他发现山羊已经不在院子里了 也没有往心里去 谁知过了不久 忽然传来消息 山羊把姓毛的撞死了 今天早上 姓毛的打开院门 山羊突然冲了过来 出其不意地将姓毛的撞倒 姓毛的猝不及防 倒地后还没有来得及坐起来 山羊就冲过来撞击在他的心窝 姓毛的发出一声惨叫 晕死过去 毛家的人听见惨叫声 出来查看 只见山羊还在不断地撞击着姓毛的心窝 吓得赶紧拿着棍棒把山羊驱赶开了 等到他们一摸姓毛的胸口 这才发现已经没有心跳了 姓毛的已经死了 毛家人当然认识这一只山羊了 原本是他们家的 如今送给了水通海 因此他们抬着尸体 到县衙里撞到水通海去了 认为是水通海 指使山羊谋杀姓毛的 先令是一个婚官 看了毛家的壮志 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 因此下令捕快们连夜抓人 当天晚上 差役们撞开水家院门 冲进来将水通海锁住 押往县衙 山羊趁乱跑掉了 躲进了山里 第二天升堂 县令依照惯例 询问明白水通海的身份 猛的一拍荆堂木 大声喝道 水通海 快快将你如何唆使山羊 杀死姓毛的 从时招来 水通海大呼冤枉 就把姓毛的三次害他的事情讲了 也将晚上听见山羊 和三个兄弟的对话讲了 说是山羊自己要杀姓毛的 与他无关 他根本就没有叫唆 献令大怒 说道 简直是一派胡言 竟敢拿子虚乌有的事情 来糊弄本官 真是好笑 山羊怎么可能会说人话呢 水通海气愤的说 献太爷 既然山羊不可能说人话 我又怎么可能叫唆得了他呢 先令一时语色 老羞成怒 大喊道 来呀 给我拖下去 重打二十大板 就这样 一旦水通海否认 先令就下令打板子 一共打了八十大板 水通海实在撑不下去了 只好承认是他缩时的 先令满意地点点头 让差役去捉拿煮饭山羊 过了不久 差役回来复命 山羊躲进了山里 不敢回来 无法捉拿 先令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下令差役们 抬着水通海去捉拿山羊 差役们抬着水通海到山上 水通海拖着哭腔喊道 山羊啊 你把我害苦了呀 你要去给我作证 不是我让你杀的姓毛的 是你自己要杀的 你去把前因后果对见太爷秉民 开拓我的罪责呀 话音刚落 山羊从草丛里跑了出来 来到了差役们的面前 差役赶紧将他拴了 牵着他到了县衙 县令升堂对水通海说 水通海 你不是说山羊能说话吗 你让他讲给我听 水通海就对山羊说 山羊啊 事已至此 你就开口说话了 可是 山羊发出几声咩咩咩的叫声 就在也没有声音了 差役们不由地哄堂大笑了起来 先令一拍荆堂木说 水通海 可见本县并没有冤枉你 山羊根本就不会说话 说完 县令又拍了一下荆堂木 说到 杀害姓毛的主犯已经抓到 来人呀 先拖下去 重打二十大板 差役们不由地面面相去 县太爷是不是糊涂了 把山羊打二十大板 岂不是打成肉泥了吗 不过 既然县令下了命令 那就打吧 他们走上前 将山羊掀翻在地 打了起来 刚打了一下 他们就惊讶起来 板子就像打在棉花上 二十大板打完 再看山羊 毫发未伤 先令也看出了蹊跷 走上前查看 谁知山羊猛地跳起来 往先令的胸口上撞去 先令一下子坐在地上 手捂着胸口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等到他终于缓过气来了 大声喊道 来人呀 给我把山羊就地正法 差役们不敢怠慢 早有一个差役拔刀上前 砍下一刀 却也和打板子一样 就像砍在棉花上一样 他索性举刀连砍十几下 再看山羊 毫发未损 先令心里嘀咕 难道真的碰上羊腰了 我就不信支不了一头山羊 于是 他下令把山羊河水通海 都拴在牙门口 贴出告示 只要能杀了山羊的 奖励五贯钱 消息一出 看稀奇的人们 将牙门口顿时围得水泄不通 好多人拿着刀子上前试一试 都没有用 就在这时 挤进来一名老道长 须发皆白 沉声说道 这一只羊杀不得 因为它有五个脚趾 杀了必然取过 众人大惊 早有差役上前 将山羊放倒在地 查看脚趾 大吃一惊 果真都是五个脚趾 众人顿时议论了起来 仙令听说了 出来查看了山羊的脚趾 点点头说 果然如此 老道长 这中间有什么玄妙吗 老道长说 这一只山羊不是普通的山羊 而是老县令投胎转世的 一说起老县令 众人不免赶伤了起来 老县令在任时 一心只为当地的老百姓着想 把他的俸禄拿出大部分 周济穷苦百姓 自己顿顿吃萝卜白菜以及腌菜 他和属下官吏 带领老百姓清修水利 鼓励农丧 改良风俗 真正地做到了 路不食一夜不必顾 然而 老县令最终因为营养不良 操劳过度 死在任上 他的属下官吏也先后死了三人 老百姓的心里 都记得他们的好 老道长说 老县令死后不愿离开此地 恰好看见有一只母山羊要下载 就投进阳台里当了山羊 他要亲眼看一看老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讲到这里 老道长看了看县令 说道 然而 现实让他很失望 县太爷 他撞了你一下 其实是心意难平啊 县令脸上挂不住 正要发作 老道长又讲了起来 山羊正巧投生到了姓毛的家里 等到山羊长大 姓毛的想杀山羊时 竟然发现山羊长着五个脚趾 他不敢杀了 于是把山羊送给水通海 嫁祸于他 谁知水通海一家不吃羊肉 因此把山羊养了起来 姓毛的见水通海不杀山羊 心里更加仇恨 于是花重金 找到一个污者 学来害人的法术 偷偷地做起了手脚 企图祸害水通海 没想到 他接连做了三次手脚 一个笔一个毒狠 都被山羊破解了 老道长说 因为山羊在毛家长大 所以心软 没有让姓毛的遭到法术的反噬 想不到姓毛的执迷不悟 一条道走到黑 他因此才将姓毛的除掉 狐狸 黄鼠狼 以及猫头鹰 都是死去的官吏投生的 因此和山羊称兄道弟 山羊之所以砍不死 是因为老县令生前的功德 感动了上苍 让山羊变成了帝仙 讲到这里 老道长转头对县令说 县太爷 水通海所说的都是事实 没有一点谎言 因为此事太过荒诞 县太爷不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山羊成恶扬善 值得嘉奖 水通海无罪 应该释放 谁知县令脸色大变 指着老道长说 哪里来的妖道 在此妖言惑众 来人呀 给我抓起来打入大牢里 话音刚落 老道长浮沉一板 凭空而起一阵烟雾 等到烟雾散去 老道长已经不见了 仙令下令 把山羊河水通海收监 到了半夜里 仙令猛然间醒了过来 发现椅子上站着一只狐狸 桌子上蹲着一只黄鼠狼 床架上立着一只猫头鹰 只听狐狸说 姓毛的死有余孤 你不要小题大做 赶紧放了山羊大哥和水通海 不然的话 有你好看的 黄鼠狼接着说 可惜老仙令 一亲爱民却不长寿 似你这等糊涂官 偏偏活着 猫头鹰发出几声怪笑 说道 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可以送你上路 你不要一一孤行 说完 他们就不见了 仙令下出一身冷汗 天一亮 他就升了澡堂 当堂宣判姓毛的死有余孤 着令家属抬回家安葬 山羊和水通海无罪释放 走出县衙 水通海对山羊说 你还是去我家里吧 我会一如既往地善待你 山羊不作声 向山上走去 到了山上 狐狐狸 狐狸 黄鼠狼以及猫头鹰都来了 跟着山羊一起往山顶走去 水通海远远地跟在后面 只见他们来到一座崖壁前 崖壁上忽然露出两扇门 自动打开 他们走了进去 不一会儿 门自动合上 消失不见了 水通海来到崖壁前 徘徊了好久 最终叹息一声 回家去了 这正是 多行不义必自毙 做人千万不要心怀歹念作恶害人 要知道善恶终有报 作恶者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 与其花心思害人 不如多做善事 这样就会远离灾祸 生活顺遂 一生平安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